正常的一些圣诞约会可能是把这个妹子约到一家这种餐厅里面吃个饭 然后很温馨的送上我们的圣诞礼物 然后就结束了 然后这个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个圣诞约会的方式 那我们究竟要如何让我们这个圣诞级更有意义 然后让她印象深刻呢 接下来就为大家再来好好的提供几个小意见吧 好了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一个可以去约会的地点 就是私人饮院 为什么要去私人饮院呢 大家会发现在圣诞节的时候 到处都有非常多的人 但如果你带着妹子去人多的地方 可能还会遇到排队的情况 那这样子其实是特别麻烦的 而且女孩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你怎么不提前预约呀 或者是人好多呀 感觉哪里都不自在 那咱们去哪里最自在呢 就是私人饮院 就咱们两个人的情况下 那这样子呢 就感觉这个气氛啊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呢我们可以提前的准备这种浪漫的爱情片 然后再看完以后呢 把我们的礼物送出去 那这样子其实特别的温馨 如果说是你想跟妹子 有这种近距离的接触的话 那咱们也可以准备一部比较吓人的惊悚片 然后跟她看 然后这样子呢也可以促进两个人的关系 这种原因因为在这种玩意 并 Kait払这个问题 能并意